作秀耍寶不依而足 柯市長把台北市長 當成了康樂股長 面具一張張 到底哪個才是真市長 當柯文哲靠著網路行銷 紅片半邊天 跟捧紅幕僚學姐 但當議員合理懷疑 這行銷個人的影片 經費從何而來 卻被北市府反將一軍 這個有心地不善良的人 才一直倒是想說 邊緣有什麼陰謀 王世堅辦公室 向北市府詢問經費資料 卻整整10天沒收到下文 13號下午 正在風頭上的學姐 意外現身議員辦公室 身邊還帶著一群媒體記者 接著讓網民痛批 王世堅耍慣威 我覺得這是很可恥 很惡劣的事情 我就是看我的蘇辣 邪惡的蘇辣 這個蘇東坡跟活運的故事 你讀過 應該就很錯 這樣你是說 王世堅很邪惡嗎 沒有 我就想說 蘇東坡跟活運的故事 你讀過 柯市長是毫無人文素養 但是動不動 又想要引經據點 自己是大便 看別人也會想大便 自愈成佛 可文哲不把議員放眼裡 這是北市議員正當行使監督權 怎麼反被北市府擺累到 在我們的諮詢辦法裡面寫得很清楚 相關官員以及相關人員 接受議會的監督要來議會來質詢 府會和諧建立在你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說法 府會間的戰火越燒越旺 連議會媽祖婆都看不下去 宣戰倒數 柯文哲不甩議會 反正會包裝會行銷就好了 記者郭鮮陽 陳文憶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